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賭王何鴻生5月26日 下午1時在香港養和醫院病逝 在年98歲 二太男琴英 三太陳婉珍 四太梁安琦及各房子女 之後在醫院門外會見傳媒 二房長女何超勤代表發言 我們今天亦都要用全國何時交流 以及大家的代表性 和大家去將其他的情況交代 或者我少要問一下 我們今天和何時交流的家屬 是懷著極重痛的心情 在這裏是遺憾地要向大家 去和政府大家合作 今天和今天 同於爸爸是在剛才的1點鐘 在香港養和醫院看了一切 否則發生 同學士當然是在香港 因為二來都是一個舉重輕重 亦都是德風浪重 和是很愛惜香港人 亦都是傳承了很重要的 對我們家庭的教育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些人生的教育 我們將會希望平成 雖然我們知道每一天 終於會內容 但是也都無減 我們今天難以言語的悲傷 我博士我爸爸 是將會永遠留在我們所有家人的心中 亦都是所有受惠於他 或者得逐他鼓動的人 我相信亦都會很贊同 希望亦都能夠 繼續用我們的自己的意量 進心去繼續去完成 我爸爸一路以來 是希望做到毀責社會的一些責任 我希望大家也都尊重我們家人 我們希望呢 會是大家已經有局勢這樣去集體 共同這樣去處理爸爸的合事 聽說八道會有沒有Email維權 就沒有說 我們今天是在這裏 因為我們都不想防外影光 他們都給了很多便利給我們 我們希望今天只不過知道大家 就是一直以來都能夠很久 所以我們就想在這裏 有一個集中的一個建議 但是呢 我們不希望在這裏再講太多 亦都有很多需要安排的事情 我們都沒有機會去處理 所以呢 或者我們再慢慢做一 再向大家發佈的 但是Sonna 是不是全部家人一齊在香港 在香港搞 這個我們沒有細節的 這個我們沒有細節的 要不小心 也請大家 兩公分 走 反對 還要不安 也請